欢迎收看Money DJ财经新闻 我是丁玉山 游戏产业族群当中 横跨商用游戏机以及线上游戏 而且具备有自主研发能力 以及自有IP的星象 近两年成功的回到 每年获利超过一个股本的高水准表现 星象拥有在游戏产业当中 软硬结合的能力 无论是在传统的商用游戏机台 或者是现在的线上游戏 线上博弈游戏等等 都经营的有声有色 首先我们先来简单介绍星象这家公司 星象成立于1989年 公司上柜时间是在2006年 实收资本额7亿元 公司本身是由商用游戏机起家 也是台湾最大的商用电子游戏机台的开发厂商 2000年的时候切入线上游戏产业 知名的游戏包括休闲类的明星三缺一 唯物独尊等等 2010年的时候 星象在切入手游研发 并且推出相关的手机游戏 星象在2011年以前 每年都是可以获利超过一个股本的高获利公司 也是游戏厂商之中获利能力最强大的厂商 2011年以后 商用游戏机市场则受到意大利政策变动的冲击 但是经过几年的调整 星象在2016年开始又回到获利超过一个股本的实力 2017年每股获利达到12.55元 成为游戏类股的获利王 可见星象无论是在商用游戏机或者是手机游戏两大领域都有很不错的发展表现 另外我们来介绍一下星象的产品 过去星象的产品线主要是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商用游戏机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街机 包括在各类的娱乐场所或者是大卖场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游戏机台 另外一大类则是行动游戏 近几年星象因为发展偏博弈的行动游戏平台 所以目前已经把产品线分成三大类 原本商用事业处的游戏机台产品线占比重是44% 而商用事业处的博弈行动游戏则占比重为35% 另外在线上事业处则是属于比较休闲类的棋牌类以及网络RPG游戏 这部分占营收比重为21%的水准 在商用游戏机的部分 平常可以在类似像是汤姆熊这样子的游戏场所 里面像是模拟类的游戏机台 像赛车游戏、打鼓游戏等等 或者是动作类型、抑制类型 或是娱乐类型的机台 譬如扑克牌游戏或者是麻将游戏的机台 而在近年星象发展的博弈类行动游戏部分 类似赌场游戏的线上游戏平台 包括金猴爷、金虎爷、满贯大亨游戏等等 另外线上游戏的部分 则包括星象著名的IP明星三缺一、唯物独尊等等的游戏 接下来我们可以来谈谈星象 今年在商用游戏机市场看好的新动能 儿童卡片游戏机 不知道各位观众有没有发现 最近在儿童娱乐游戏场所 或者是大卖场的一个角落 都会发现有一群小朋友 挤在三五台游戏机台旁边 排队轮流等着玩现在最夯的儿童卡片游戏机 这类儿童卡片游戏机的运作模式 是每次投钱之后 游戏机会给你一张卡片 玩家可以利用这个卡片作战 除此之外 小朋友也可以收集不同的卡片 用不同的卡片来作战 增加小朋友对这类游戏机台的黏着度 近期最受欢迎的热门机台 无非是宝可梦以及偶像学人 这类游戏有强大的IP作为后盾 所以也特别受到小朋友的欢迎 星象在儿童卡片游戏机的部分 之前也有推出像是机甲英雄 今年的新产品则是跟中国奥飞合作的铠甲勇士 奥飞在中国拥有游戏场所通路代理的资源 未来可以透过奥飞来推展铠甲勇士的扑获 另外星象所自主研发的IP机甲英雄 今年也会推出第二代 为了强化IP的价值 机甲英雄与日本东京电视台合作制作动画 希望可以透过动画擦亮机甲英雄这个IP 然后再进一步推广游戏 有关今年的商用游戏机的新产品 包括儿童卡片游戏机 以及VR游戏 我们请星象商用事业处总经理 陈阿健来帮我们说明 铠甲是我们第一次跟一月结合 用我们的额卡技术 然后奥飞的IP 然后这个产品 我们在去年12月的时候 厂测非常不错 然后预计今年5月底全会铺500台 今年铠甲的展望非常不错 营运模式是 我们卖卡片给代理商 然后代理商在卖卡片给各个店家 它的营运模式是这样子 VR赛车我们去年年底 已经销售了100台左右 然后在今年2月的日本的家破展 我们会在台透的摊位上展出 然后3月 然后3、4月的时候会开始出货 在线上博弈类产品的部分 星象是在2016年的时候 与澳洲Arita Correct公司 发展合作发发发游戏平台 游戏原厂是澳洲公司 星象是负责亚洲地区的推广 不过也因为发发发的推广 十分的顺利 原厂在去年的时候 打算将游戏收回自行推广 所以也与星象解除开发协议 星象则转而自行开发游戏 同时在去年也成功的推出 金猴爷、金虎爷等等的游戏 此类的游戏内 有多款知名的真实赌场 老虎机游戏 譬如拉霸、骰宝游戏等等 是比较偏向成人类型的博弈游戏 虽然目前的游戏营收水准 还没有完全回到先前发发发的营收贡献 但是已经有显著的回升 而且因为游戏是自己开发 所以完全不用支付原厂权利金 线上博弈也是今年发展的重点之一 但另一方面游戏机市场的竞争也越来越大 不少的厂商从工业电脑领域跨入 而且商用游戏机产品受到大环境的影响非常大 尤其是各国法令的限制以及变动 常常会影响市场波动剧烈 至于星象要如何在游戏机市场站稳脚步 并且持续的扩张市战率 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有自主研发 而且掌握关键技术 不管是在电子游戏机或者是线上游戏 星象多半是自主研发 而且已经累积相当多的程式以及开发工具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开发市场需求的产品 除此之外 星象也拥有自行开发ASIC晶片的能力 目前已经累积数十颗ASIC开发设计的经验 可以防止倒考保有公司设计的保密性 另外公司也会针对不同区域的市场政府法令 以及当地的民俗风情及消费趋势 开发多语言版本的产品进行产品认证 对国际市场动态的掌握精确度 以及灵活度都有一定的水准 加上身为大中华地区商用游戏机的领导厂商 而且在意大利、中南美洲 以及全球各地的代理商体系 拥有紧密的合作关系 方便迅速部件产品 而且可以透过代理商的网络 有效地传达当地的市场讯息 配合当地市场的法令以及市场特色 星象也可以开发更适合当地市场的产品 快速地切入利基型产品 维持稳定成长 而且提升市战率 从营运面来看 星象去年第四季 在商用机台提早拉货的效益下 虽然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 但是营运优于猜测预期 展望今年 星象在国内休闲手游 已经有不错的成绩 市战率高 而商用游戏机的部分 开发娱乐以及儿童机台 并且分散市场避免风险 而在线上游戏 则会推出自有IP的新款手机游戏 今年的营运渴望稳定的成长 感谢您的收看